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孩子就喜欢有人吹捧 有人关心 于是渐渐的我就喜欢上了阿军 后来我就嫁给了阿军 阿军家在城乡结合部那里有很多妥好 因为阿军也是拆迁户 但是他们兄弟姐妹多 所以阿军只分到一套经济试用房 由于经济试用房还在建设中 阿军就和父母住在一起 本来阿军父母对我还挺好的 婆婆也经常买好吃的给我吃 公公平时喜欢打牌 平时就喜欢去老人关打牌 一家人倒也相安无事 但自从嫁给阿军之后 三年为怀上孩子 他们就对我有了看法 特别是阿军的大嫂 牛力 每天对我冷嘲热讽 想不到阿军竟然取了一个不会下蛋的鸡啊 我听了这个恶多的话 眼泪都要掉下来 可婆婆却一点也不谈护我 也冷嘲热讽到 是不是身子有什么毛病啊 小蓝我看你要及时去医院检查一下 不要叫阿军绝后啊 我点点头 晚上我缠着阿军 要阿军带我一起去医院检查 阿军倒也关心我 他说经济试用房要装修好了 装修好之后我们再去检查 然后搬进去 不要在家受委屈了 阿军这么关心我 含着泪点点头 然后躲在了阿军的怀里 低声抽气起来 这个月的七月半是鬼节 这里过鬼节有个传统 就是喜欢办几桌酒席 愿请亲朋好友来做客 大家海吃海喝一天 图个热闹 哪里客人最多 哪家就最有面子 所以这天一大早 婆婆就让我进城找大嫂 因为大嫂在城里开了一家服装店 她有车 需要到海产品批发市场去采购 然后大嫂开车送回来 因为我去得早 所以我刚到大嫂租住的房子的时候 大嫂的门还没有开 我只好坐在她住的房子 不远的角落里等 过了一个小时左右 大嫂的房门开了 但是我却看到了 让我目睛口袋的场景之后 我却赶紧退到了小区门口 然后又过了半个小时 我才打电话给大嫂 说我来了 要她带我去批发市场 大嫂哼了一声 去了车库 开了车上海 然后我们就去了批发市场 采购还差病了 第二天是大宴宾客的时候 大哥在外地做生意 这次也带了几个好友赶了回来 大家坐在一起 娶娶洋洋的 本来一切都好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但是到了晚上 一家子聚在一起喝酒 大嫂喝多了 她搂着大哥和她的两个孩子 直着我说 小兰啊小兰 你都三年了 还不给我们牛家生个孩子呀 我看你是不是有什么病呀 大哥一点点头对我说 是啊小兰 你和阿军结婚三年了 也该有自己的孩子了 你们还是去医院 检查检查 真的有病 我们牛家也要有个对策 我愣住低声问道 万一我真的有病 你们牛家有什么对策啊 伯伯听了怒声怒气的说道 你如果真的有病 我看你和阿军还是分开吧 别耽误了我们阿军 我还想在活的时候 能抱上阿军的孩子呢 真是不会下蛋的鸡啊 大嫂又用那句恶毒的语言骂了我 阿军坐在那里 一句话也不说 我顿时活冒三丈了 我掏出一张医院检查的证明 拍在了桌子上 然后大声的说道 我有没有病 你们自己看 这是三甲检查单 阿军你也别怪我 我只能这样做了 接着我又掏出了我的手机 打开手机相簿 指着里面的相片说道 以前你们这样骂我 这样对待我 我都忍了 但这次我也再也受不了了 你们看你们家的牛 晚上和谁一起睡 早上起来和谁吻别 还有 你们家的两个孙子 真的都姓牛吗 我的话大家都惊住了 一桌子的人顿时压口无言 大哥看到后直接怒了 问大嫂怎么回事 大嫂也慌了不断地解释 大哥直接就是一巴掌 蓬蓬在一蓬哭喊着 原本我也不想这个样子 但大嫂非要这样 那我也要有点对策了 这也怪不得我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